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四到国会山 呼吁议员尽快通过一项大型投资法案 为美国在技术领域与中国竞争提供资源 在一场闭门简报会上 雷蒙多与两党议员就供应链和半导体产业 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简报 国会两党目前正在积极讨论如何推动法案 为美国的先进技术研发和半导体制造提供资金 有关详情 下面我们联系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 一华 好的 卡拉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四是到国会山的众议院来向两党议员来 进行了一场闭门的非公开简报讨论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 希望能够向国会来讨论 他们国会当中正在审议的一项大型的技术投资法案 对于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以及制造业 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 那么这已经是雷蒙多这个星期第二次到国会山来 那么星期三的时候 雷蒙多也是特地到国会的参议院一侧 向两党的议员就同样的主题了 进行了一场闭门的简报会 那么也看得出来 现在拜登政府正在积极大力的推动 国会能够尽速的通过这项大型的技术投资法案 那么这项名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法案 之所以受到拜登政府这么高度的重视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法案当中包含了条款 将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补助 那我们知道美国现在许多产业因为半导体当中的芯片短缺的问题 而面临了相当严重的这种困境 因此拜登政府现在正在积极的大力推动 来发展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那么这个雷蒙多在星期三与这个参议员会面完之后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是再次的呼吁国会能够尽快的通过法案 来听听雷蒙多部长在星期三在参议院怎么说 这个罄因果是重要的 你这一下发生的主要什么 它发生的最终以终 BEC 是中央的一些信息 我们想的问 这个是中央的话题 遗憾到中国的产党 它们的这些技能 特别的类型 特别的力量 这些州民主要谈闭了 有时间的声音是合适 现在是顾动的 时间的东西 我的最终是俄似要做更快的 我的推动是要向病解 是我的推动是 是的那么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 目前正在国会当中 由一个107位两党议员所组成的 协商委员会来进行审议 目标呢希望能够解决两院这个版本 法案版本的这个分歧 那么这个在这个 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法案的内容相当的繁琐 那个这个内容呢 是高达了大概3000多页的这个内容 那么涉及到的资金也是相当的庞大 因此呢要解决法案当中的分歧 其实难度相当的高 因此现在也有国会当中 就是国会当中现在也开始有声音讨论说 是不是将这个有关于半导体芯片的补助的部分 单独切割出来来通过法案 那么这个因此呢 就可以不会因为这个法案庞大 而这个耽误时间 来错过了现在的这个 与企业之间的这个合作的黄金时期 那么对此呢 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娜 从今年3月就一直在大力推动 有关于单独这个推动 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补助的部分 那么他也是大力的推动这个 法案的通过 那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也是强调了说现在美国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期 将会落后半导体产业好几年的时间 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沃娜参议员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 如果我们不按现在 一段时间的沃娜 可能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因为甚至当我们有这个更新的补助党 它只遇到10-20%的货币 然后再次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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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再次铃铛 那么在被问到呢 并没有讨论到这个如何通过法案的技术层面 不过他强调说 只要国会能够通过有关的这个补助和资金 那么他都拜登政府方面都会大力的支持 我们继续来听听雷蒙多的说法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最强烈的计划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 和得到4月的计划 我可以说是 它似乎是在谈论和民主党的计划 和民主党的计划 他们是变成了一段时间级的计划 和一段时间级的计划 如果那会发生 我们会很支持的 不过即使有了行政部门方面的支持 单独将法案当中的芯片部分单独出来通过 也是面临了相当高的阻力 即使是在国会的民主党人当中 也不见得是一致的支持这样的做法 例如说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库恩斯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直言表示他是不赞成这么做的 他认为如果要通过法案 必须要整部法案都一起通过 不应该由芯片的部分单独通过 我们来继续听听库恩斯议员的说法 No, I would not On my, the committee on which I serve that contributed,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he part of the bill that we contributed came out of our committee 21 to 1 There's not a lot of agreement that's that broad and that strong on something relating to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re's a lot of focus right now on Ukraine and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This was valuable work we did a year ago We should still move forward with this I would hate to see that carved out of the bill That would be a waste of significant bipartisan effort 另外一位在也相当关注 并且在法案当中大力推动的议员 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柯宁 柯宁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是表示 他直接表示说 现在两党议员事实上 对于如何推动法案 还没有任何的共识 是否是单独通过 还是要包含在一起 一起通过 是还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 不过他说两党正在积极的协商 不过如果两党的议员希望能够在 8月4号修会之前 能够完成这部大型法案的立法工作的话 时间上来讲相当的紧迫 只剩下不到20天左右的时间 因此可以想见 7月份整个国会的行程 将会非常的忙碌 那么有关于任何法案的进展 美国阵营会随时为观众来掌握 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 感谢一华带来国会方面的消息